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在重庆调研时指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 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 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 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 促进产业优化重组 降低企业成本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希望科技型企业及时跟踪世界前沿动态 加强技术研发与合作